不可能的一个年轻人 他怎么有功想去实践他的事情 我觉得人生真的不可能 拼命翻卖一个不会打球的 严重名小孩子 后来他会当歌星 他会得金马奖 所以他新的 他会发现一张母鱼专辑 然后就 我觉得真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的过程 我还可以 我家里负债 我还可以捐钱 你知道吗 我可以捐钱给你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有没有道理呢 他说真的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热情 对你的人生 对你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是真的 事情让我有感觉到 我去报告真的是一个很豪然的机会 简单的分享 因为这是新的报告 所以讲话比较多 我觉得大家可以寻求这样的 寻找这样的经营的方式 有一次我在金曲小表演 就是 然后那时候我在新牛店 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 他是新闻局的出版课的 第三课的课程叫 就是金马 然后我就常常开玩笑的 如果比较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常常安美族的话 我都会给他讲说 有没有很像法文 你看很像法文 因为在台上一直讲这些事情 那课程可能受不了 就觉得这个玩笑不好笑 你说你是很想去法国啊 可是我就很真诚的靠着他 我真的很想去 有点 就是开玩笑 但是又很想出国 真的没有骗你 他的同学在法国 在胡闹 想要办台湾文化节 电话一通打电话 我这边有一个人选的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叫宿命 我如果介绍他 我介绍我自己 我叫宿命 你们一辈子的宿命 他说他是一辈子的宿命 他想要去法国 台湾节 他说 他在对